我身上已經有三支箭了 今天又加了第四支箭 痛啊 現在為各位介紹 2020秋冬的新款 穿上它就會有 不鏽鋼的那種感覺 照理講 風衣應該穿著在 身材像樣的模特兒身上 但是今天穿著在我們阿樂身上 更顯得矮了一點 新冠肺炎全球肆虐 台灣的防疫在國際上 頗腹盛名 但是交通安全令人擔憂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調查 全球十大死因的第八名 就是事故傷害 但是可以看到我們 這個是全球性的問題 但在台灣更是令人憂心啊 因為它是我們 國人十大死因的第六名 今天鄉民出任務 特別設計了一個 國人死因排行小測驗 在以下幾個 常見的死亡原因中 我們請一般民眾來猜猜看 哪些死因是一年當中 造成較多國人死亡呢 選項包括有 白血病 乳癌 食物中毒 交通事故以及新冠肺炎 究竟一般民眾 對於交通事故的嚴重性 療不了解呢 開始接頭實測 我要先貼交通事故 第一個 好 食物中毒吧 第二個 第二個食物中毒 白血病 新冠肺炎七人的 喜歡的這個七人的 其實應該是 七人的是什麼 交通事故最高 好像應該是這個 交通事故第一名嗎 你們有標準答案嗎 有喔 那我們等一下要公布答案 那我們要公布答案囉 從第五名開始 第五名的是食物中毒 是 答對是食物中毒 對 第五名食物中毒 答對是新冠肺炎 是答對新冠肺炎 答對新冠肺炎 答對新冠肺炎 答對了 再來是 白血病 第二名是 委外 第一名的是 交通事故 厲害 全對耶 答對了 看來大家對於台灣交通事故的 嚴重程度都相當有感喔 那接下來問問看大家 對於交通事故的 切身經驗吧 比較常在路上看到 就是 不遵守耗製規則 有一次 有一個路邊的老人家 突然回轉 然後我煞車不急 就有發生過事故這樣子 路口的車禍 常常會看見 傳紅燈啊 心急等不了綠燈就要走啊 常常會 車道會換來換去 這個都是很危險的 那大家知道 2020年 路口安全的宣導重點 有哪些嗎 路人 傳紅燈 還有車子 紅燈右轉 摩托車啊 在停紅綠燈的時候 不能因為太陽大 你停在距離那個 路口很遠的地方 有數音響 行人一定要走 這個 行人傳越道 汽機車不離 讓行人嘛 這個就違法了 有看到網路說 路口慢看停 這個宣導 這次街訪實測的結果 民眾對於路口安全的宣導重點 有的人略懂略懂 但也有人不太了解喔 到底該怎麼辦呢 那看來我們是要 請到我們的時鐘 來幫我們解決這一切了 時鐘 這個太小了 我不要 這個時鐘 太假了 找時鐘 不是鋼鐵的 不要 時鐘啊 時鐘 我需要你啊 全台灣也需要你啊 那個不夠man嘛 不要 不行 走 在哪裡呢 沒有 有聲音喔 找到了 時鐘 這邊是我們要的時鐘 這個帥氣的背影 我們邀請陳時鐘部長 我們防疫有防疫國家隊 那我們的道路安全也有道安國家隊 我們邀請陳時鐘部長來到我們的道安國家隊 謝謝 大家好 我就是俗稱鋼鐵部長的陳時鐘 要知道台灣的防疫有如此好的成績 守得這麼好 也就是所有台灣民眾一起努力的成果 那當然要做利人利己的事情是需要大家一起來幫忙的 沒錯 那麼就好像道安也是一樣 道安行同作戰 如果我們決策下得再慢一點的話 那我們就有危險了 大家會不會覺得我走路怎麼這麼僵硬 因為我的脖子跟我的頭是比較緊密的結合的 好 了解 那其實我們前面有提到我們的十大死因事故傷害 它雖然是第六名 但是卻是在我們的台灣經濟損害 以及勞動力損失是第一名 這很重要 沒錯 因為其實像是其他死因 像癌症 心臟疾病 多半都是長者 但是我們這個事故傷害 它可能有包括就是我們的 沒錯 俗話說得好 棺材裝的是死人 不一定是老人 說得真好 那依據研究推估 我們經濟損失每年約到五千億之多 太多了 雖然錢真的是這個滿多的 但是它是吃藥的 生命還是無價的 對 生命成可貴 愛情價更 當然不要為了愛情 你俗話說得好 你可以不參加自己的婚禮 但是一定會參加自己的葬禮 我怎麼講到那裡去了 太悲傷了 所以我們今天宣討我們的交通案 而且光去年我們交通事故 死亡人數就已經高達 兩千八百六十五人了 而且高達六成左右 都是在路口發生的 所以路口的安全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這馬路如虎口 是 這個生命很重要 對 那我雖然我的專長 是在醫療方面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交通安全的重要 也很重要 減少交通事故 就可以減少健保醫療的支出 也可以保障國人的健康 可見的這個 道安方面 我可以提供一些 我醫療方面的專長 不只醫療喔 但是這個時鐘部長 現在是網帥了 我們有看到你一系列 時尚的帥氣照片 那我們也要請我們的網帥 一同跟我們的網友 來做宣導 那大家看到 我身上已經有三支箭了 疫情 濕恩 健保 今天又加了第四支箭 痛啊 這個時尚的交通安全宣導 也算是超前部署 沒錯 那我們就馬上來部署 今天鄉民出任務 我跟阿中部長的任務 就是挑戰用時尚攝影的方式 拍攝交通宣導照 會踏出什麼樣的成果 就請大家拭目以待吧 現在為各位介紹 2020秋冬的新款 穿上它就會有不鏽鋼的那種感覺 它有不鏽鋼的內涵 以及Standless的氣質 加上它這個米色的一個 風衣外號感覺 有柔軟的心 但是強硬的外表以及氣場 至於2020秋冬的女裝 更是不同凡響 一炮打響整個秋冬的服飾 照理講 風衣應該穿著在 身材像樣的Model身上 但是今天穿著在我們阿樂身上 更顯得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因為2020就是屬於 風衣的一個季節 首先第一組拍攝 直接對應了第一個宣導重點 就是行人未依規定行走 行人穿越道 道路的安全與順暢 是建立在用路人的 相互信賴之上 就好像行人走在斑馬線上 相信車輛不會撞上來 才能夠安心地走 相對的 汽機車行駛在道路上 相信行人不會任意地闖進車道 才能夠安心地駕駛 所以行人也應依規定 行走行人穿越道 喊天橋 不闖越車道行走 並遵守號制標誌標線 及指揮的規定 只要你妨礙交通 當心被警察同仁抓個正著 抓個正著 你可以 懇求他放你一碼 尤其是可愛的女孩子 不行啦 警察不可能網開一面 那既然我們今天在天橋 我們就重現一下 部長的經典畫面 喔 那個是真的還滿帥的 來來來來 我們來拍照 喔 很帥很帥耶 很像冬季練歌的那個 男主角 很有感覺耶 我們已經不玩了 好 看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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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差不多我們畫一個地方 阿忠部长连过斑马线都这么帅 无也不能漏气 接下来轮到我啦 来得及吗 既然是拍摄交通宣导 当然也要遵守号制等红灯哦 就算是绿灯 站在马路中间拍摄 影响其他用路人通行也是不行的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拍摄第二组的宣导重点 就是汽机车路口停让行人 合作才会成功 对立就会失败 这就是行人与车辆之间的关系 汽机车驾驶人 行经路口或转弯处 应该 没错 而且要记得 汽机车的停让距离是三公尺 也就是三个白枕木纹间隔 或一个车道宽 倘若遇到市场朋友或是导盲犬 更应该耐心等待他们通过 不要因为他们比较缓一点 所以就着急地想要抢速通过哦 在道路安全上 我们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初心大意 所以大家都应该把自己当作 道安国家队的一员 别让自己成为安全破口 没错 所有用路人都要注意我们的用路安全 不管是汽机车里让行人 或者是行人自己的用路 都要特别去注意哦 这样子才能让大家更为的安全 使用我们的道路 那我们就马上拍第二组宣导照吧 好 好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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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抱歉 這個情緒控管沒有做好 總覺得大家都拍得 這麼的努力 部長沒事啦 我們今天的努力 一定可以讓所有用路人 都了解路口安全的重要性 今天也謝謝我們的阿中部長 參加我們的道安國家隊 不管是汽車的行車 還是行人的步行 都要互相尊重 拿出同理心 這樣才能讓我們的道路 更加的安全 對啦 提供友善的開車環境 要從你我做起 總而言之 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 危險就有機可乘 那想要了解更多交通安全知識 請上網搜尋 交通入口安全網 交通安全入口網 我雖然是醫療方面的 但是他也瘋了 交通安全入口網 謝謝 謝謝 好 交通安全入口網 請上網搜尋 交通安全入口網 對啦 簽有口網搜封 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